大家好, 早晨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新聞聯播節目 新地方 我第一次跟你來 我和你就是新地方 昨天我們來過 遲些後面會有些Decoration 大家放心 有一件事在節目開始之前和大家講講 因為我們正在用原本的麥克風 大師也是和我有一個 有些人就說 反而好了 在音效方面 希望有看這個節目的人 都幫忙留下言 因為我們其實想正正日上 現在是走到頭車的 其實不是這個麥克風的問題 因為是火地戰 希望可以盡量音效做得好些 因為新的地方我們都想做得更加好 另外要打一大課 貨幣密碼 和大師那本理財密碼 我們都有現貨的 翻貨 之前說沒有貨 現在翻貨 之前說大家不要訂 因為很多人說訂不到 因為我們說沒有貨 所以現在就翻貨了 大家可以去到亞洲電視網站 100元和108元包由 抵到懶 這兩本書都是很重要的著作 尤其是這本理財密碼 看得多貨益良多 不是說炒股票 是說大家如何理財 個個都要明白如何理財 科具密碼不用說了 一本非常好的書 希望大家上我們亞洲電視網站 多多幫助 好 就這樣吧 我們開始今天的要問 第一件事先說自己人的事 什麼事 沈大師 開麥克風說粗口 你把這件事當作第一最大新聞 當然是第一最大新聞 我們認識的 那要問當然是講自己人 日呼那個斷章取義 去看探騰騰訊 其實是幾日前的事 我不知為何你會出來說 因為昨天彈出來 什麼昨天彈出來 沈大師反迫 反迫也不是昨天發生 是嗎 那我就說兩句 OK 我不知為何 你最好看TVB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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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拘人發生的 是 你講過你一定是比較拘人 你沒有留意那些新聞 那他幾日前 他說騰騰騰沒有說過 實際上就有說過 不是不是 他說他沒有說騰訊 是 實際上就 人家說他有說過 實際上就沒有說過 那件事就是 因為沈大師他人氣旺盛 當然人氣旺盛 問題就是騰訊 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講 或者是看好人體談 我覺得真正在我來說 我只是關心黃大師 沈大師如果去黃大師 去求一求簽的話會好一點 不是錯 上一次也是黃大師 這是舊文 說一些新聞 有傳聞說 恆大的地盤八月停工 全面停工 全民而已 是 有些出了一些報告 好像出了一些 有些 他們多地盤 出了一些報告 即是出了一些報告 建築公司那些 就說不起了 但是問題是 我想他會遭遇一些困難 但是這件事 恆大在我心目中 都是一如我沒有變 因為他其實最大的問題 不是這樣 最大的問題就是 現在的人說 在中國的國情來講 真正說是那個不是大股東 是法人 法人 法人 而是分開了恆大地產和恆大集團 恆大集團是香港的一個控股公司 還有香港的一些地產類似 可能是 幫劉雷雄買了一個 現在的恆大集團 即是Harkwood House 大陸那些可能是法人控制的 所以 股權可能有些不清 但是我想到最後 街公司也會處理得到 但是他會下延 搞得定的 不會建不了那棟樓出來的 沒有可能的 會 始終你建了那麼多 你就值錢 那你會下延 那你會下延 恆大集會在那裡削債 賣東西 現在問題就是 大陸又不可以減債 不可以減價賣樓 所以就比較麻煩 所以就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果然是相信他處理 到最後是處理得到的 以許家印來的 是的 大師的意見就是 到最後都會處理到 但是會一直縮 會縮表 就是說 本來你可能欠人兩萬億 自己有兩萬一千億 到最後就欠人五千億 自己就有五千五百億 一路會下去 整個表下去 如果當你不是賺那麼多錢 你便會縮了很多 大家看街事業都知道 街事業都是以千億計 但市值只有百多億 你會整個尺寸縮了 即是看到股票也看到很多東西 遲些就讓大師再分析一些問題 昨天香港的國安處 拘捕了四個大學生 就是港大 涉潛早前悼念刺警案疑犯 那件事 國安處的高級警司李貴華就說了 行動是針對7月7號 港大評議會的緊急會議 有人在會議中涉嫌宣揚恐怖主義 那議會在會議上 那群人通過一個動議 就是悼念刺警案的兇手 還讚揚他 並且說他是烈士 為香港付出 那個直播是直播來的 即是當時是一個直播 即是逃不掉了 那現在根據《香港國安法》第27條 就拘捕了相關的人士 一共四個人 那今天呢 即是星期四就會提堂 宣揚這個恐怖主義 好了 那情況就是這樣 他們是 是做了道歉的 但是大家 因為道歉 大家都在暗瓦底 因為他表面上道歉了 實際上他是穿黑衣服出來 然後是星期五凌晨1點鐘 這樣去做 擺明是挑戰 擺明是耍東西 所以令人覺得好 如果他很誠心道歉 我想會好一點 即是很誠心道歉的話 跟著之後 痛哭流涕 那可能會不會錯感 可能 如果他們真的很誠心道歉 或者很公開 或者痛哭流涕 你猜會不會不拘捕呢? 會 我也覺得是 痛哭流涕在那裡哭了 對不起 對不起 然後想想什麼 我們做錯了 我們做錯了 我們什麼事情 都流了眼淚 還沒搞定 那個疑兇 傷害警察就是十我不捨 是的 十我不捨 那些事情他應該不用 但是你那些事情 這樣道歉的話 別人會更加興奮 但是別人是暗瓦底 因為你那個表面上道歉 他不能說 你道歉 然後5-1 你黑衣服 我拉你之前那些 問題就是這樣 幾個年輕人 這麼辛苦 讀大學 其實不如直接出來做黑部 那你不用浪費念書 這麼辛苦 有一個是文學院的學生會會長 其中有一個是雙學位 一個是法學和政治學雙學位 其實如果你搞些事情 就不用讀書 你進大學做什麼 只不過進大學就用了大學借了香港大學的朵 借一個朵 來用一用 來給你宣揚政治 是 你只是借了 因為實際上他們的投權 他們不是投票得那麼多 所以 就 見事情是他們的人生不知怎麼走 我真的覺得很可惜 立一個安法 就應該不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昨天看到片段拉 那些樣子都是四眼讀書仔 是 你為了取亂 因為他們說得那麼威風 其實那樣是威風的事情 因為那樣東西其實是一種挑戰權威 是一種你獲得權力的事情 是 你的威風是一個權力 所以是 就是權力欲作崇 是 其實另一則新聞都是 我再講一件事 最大的關心不是這件事 因為他在這裏有20個人 是 那其他你獲不獲 他現在過三個 現在的情況就是 當日那個動議就有20個人是贊成 兩個人是棄權 那現在國安局的總警 高級警司李桂華先生 就會說會逐個找他們聊天 是 至於會不會跟進 就要談過才知道 那個情況是這樣 其實他們現在都算是半疊的出校 因為那班人是再不准 不准再入去香港大學校園 以及不准用他們的 Facility 那現在還未開學 一直都在講 那開學怎麼處理呢 那如果開學不准進入香港大學 就是低出校 但是有交入費 就是這樣的問題 沒有說低出校 但是不准他們進入港大 不准他們用任何港大的Facility 開Zoom 是的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那你上載功課回去 用港大的伺服器 是不准用 是 但是人家交了學費 始終你如果這樣就要退學費 是的 這個情況是這樣 好 另一件事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也出了一本書 那這本書就會講 關於香港的青年人 激進化的問題 那本書就講 怎樣去維持香港的局面 那本書我也未見到是什麼書 他在一個新書發佈會講 但是他在說現在社會比較激進化 有一個對社會上年輕人激進化的問題 他覺得2019年那件事 其實那本書就解釋2019年那件事 和解釋怎樣去善後工作 梁振英 要看了那本書 我們才要具體評論 是 那麼 梁振英寫書好嗎 我未看過書 你有沒有看過 在我心目中沒有人寫書好 是 所以我不需要評論這件事 講香港政治 我看不到有誰寫得好 除非他很隱瞞 我不知道他寫書好 他只好有看他寫的東西 不見得很吸引 我覺得我寫他的書比較吸引 你那本 其實講講講 香港政治都 1997年到現在 其實發生了很多事 起起伏伏 其實真的沒有哪個人 真是很認真去寫一本政治書 什麼叫政治書 一個比較系列化一點點 系列化一本就不是一個系列的 OK 我現在和你宣傳你不要隔我 什麼系列化 大家整理整個政治事務 用心去處理 其實我也有留意 你給我宣傳哪本書 我和你宣傳這個政治系列 政治系列 我不是講香港密碼 我不是講香港 對不起 那你是大圍的 我是講政治一個理論 我講一些跟這些完全無關 是嗎 無關 即是不會用香港做例子 完全不用 OK 你講一些 我是講一些 我政治系列 是講一些 但現在你只在上網看到 我政治系列就是講一些理論 即是你講一個物理學的理論 嗯 或者一個生物學的理論 那樣東西是可以全部都 應用到 無論你在香港還是全地球都可以應用到 嗯 所以我不認爲 我不認爲香港有什麼特殊 我不認爲香港有什麼特殊 我覺得是很普遍 是一個生物學來的 就好像 即是狗去咬骨頭 是 狗改變不了吃屎 是 狗吃屎是有道理的 狗吃屎可能對主人不滿 或者有幾個原因 狗會無端端吃屎 是 那是一個生理學的 或者當你是 如果你去到沒有女人的時候 所有男人都會強姦 是 即是之旅這樣的狀況 因為完全沒有女人的時候 所有男人都會強姦 嗯 這些狀況是 有一個 共通性 有一個普遍性 那些人說 香港我們很冷靜 是不會出來奸殺 不會出來 不會出來 不會出來黑暴 以前的時候 香港很冷靜 不像納稅一樣打破人 不像納稅一樣打破人的店頭 但是到最後你是會的 你只要適當是catalyst 你可以將那些人 你可以將那些人 完全擺佈到 心目中你想像中 在我心目中就是這樣 其實那些都是動物 但你自己以為你不是動物 我當然認為自己不是動物 至少在政治方面 所以我覺得所有人都是搶人 因為他們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做了什麼 但他們自己就是 就像是貓一隻狗 脫離不到一個天性 即是 我是說的一個生物學 或者一個經濟學 或者一個 甚至是一個數學的原理 所以是跟這些無關 你基本上如果你想 在周顯大師獲得的 那個智慧是 超然的 而不是在香港的特殊情況 如果你想看特殊情況的話 你應該是看 譬如我寫梁振英的書 或者阿閃師傅 寫本《智港策》 是 《智港策》裏面 都有一些幾精彩的論述 我都提過 你看了嗎 我看了一點點 是嗎 要看的書就比較多 就是看了一點 《智港策》你應該看它 因為它對於房地產 或者所有的東西 我覺得現在 我想你都不是特別看過 對你們對於房地產的知識很低 就是那個水平 你看它對於房地產的知識 它解釋了房地產的原理 法律原理 如何解決 如何處理方法 就是不要在那裡搞亂 不要搞租 職務管制 又講這些計劃 就不要講那些 很多人講香港政策 香港政策就講一些計劃 就是非常愚蠢的計劃 那《智港策》 我們都會 《智師傅》的《智港策》 我們都會放在阿兜電視的網站 我買的 要等些書回來 免得那些人給了錢 寄不了給你們 因為我們這樣寄出去 你隔天便會收到 譬如你貨幣密碼 理財密碼 你買 你隔天便會在信箱裡收到 我們都不用信封 因為信封整件事都比較 繁榮 我們直接寄平由給你們 希望大家會捧場 遲些《智港策》 我們翻多些書 我們放在馬洲電視網站 可以大家捧場 價錢非常商議 非常好 多謝善師傅 價錢沒有商議 價錢沒有商議 即是本身我們包油 我們包油 即價錢便是商議 是不是 你出去買 我寄到你門口 都是同一個價錢 這樣還不商議 對不對 我們不包油 好 下一則新聞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也是關於香港大學這件事 他形容本地的激進組織 招攬成員的途徑 與國際恐怖主義活動非常相似 包括利用社交媒體招攬成員 甚至有人將恐怖主義思想滲透到校園 在校園招攬學生參與恐怖活動 現在都定了性是這樣 所以就針對 又不是針對 所以就在學校裏面做事 香港大學也是一個人最壞 其實首先針對教協 因為這個恐怖活動 其實當初塔利班 其實就好像90年代的塔利班 就好像教協一樣 即是教協本身就是一個塔利班法 即是教師會帶學生去訂磚 或者之類的帶來 本身教協就是一個塔利班 就是作出種種的教導 所以不是現在的塔利班 現在的塔利班做得更好 他是90年代的塔利班 現在進化了 但是教協還未進化 昨天看新聞 他現在進化了 待會我們會去兩岸國際 關於這些塔利班的事 所以我想整件事就是 本身是美國之助的恐怖活動 其實很簡單 現在斷了水源 撥亂反正 希望香港恐怖主義活動的苗頭 可以被趨勢 我想苗頭是被趨勢 現在還在搞 因為還有很多恐怖分子 還在政府裏面 或者法律界裏面 那些都要清洗 好 昨天你也說過612基金解散 也開了幾個招待會 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要眾籌多2500萬去解散 解散要眾籌嗎 他要給錢散費 類似的東西 什麼眾籌解散 你有沒有捐過 你有沒有捐過 沒有沒有沒有 612沒有捐過 沒有捐過 很少捐這些 是的 但是他們應該都找到一些錢的 我估計 是的 公國基金本身也有錢 沒有 那些錢都給了律師 那些錢都打了 但是很多人申請 申請不到 我有朋友說 我朋友都是很幫助他們的人 都是兼記車房的人 他好像不是叫兼記車房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不是自己人 就不太收到錢 申請其實都申請不到 但是不要緊 香港很多上任 你這樣說是唯威唯的感覺 當然唯威唯 難道不給自己人 難道不給街外人 街外人如果給錯了 如果給錯了 其實那些藍絲政機的申請 那就糟了 對 那給錯了的人不行 唯威唯是必然的 對 那不是做什麼 你看看 你傑斯 難道不自己 什麼什麼 難道自己不代什麼 其實傑斯的問題 再說回來 傑斯的問題 他本來沒有事 他本來他代了錢 沒有事 是 他不停地攻擊別人 代了錢 過了很久 對 他不惜攻擊別人 代了錢 於是那些人就發現 咦你也代了 那時候他就被迫著 那些錢出來 所以如果不是傑斯 他不是不停地攻擊別人 代了錢 他就沒事了 他也沒有資助黑暴 他只是代了錢 只是撻錢 這樣會好一點 那些罪行會輕很多 輕很多 對 有中國人的說話 叫悶聲發大財 那誰叫你 你收錢就不要到處罵人 很多人已經悶聲發大財 你已經完全不知道了 沒錯 這個世界 那你總是要拿出來說 叫炮炸出頭 那不要緊 還有很多蠢人會幫助 嗯 我想他們今次 眾籌於2500萬 解散六一 應該未必可以 誰敢幫助 是 他們說 他們會做得很清楚 他們就說 如果是一些耐力不明的錢 他們不收的 但問題是 那天只是代表他們不坐牢 但如果你捐給他們 你可能會坐牢 是的 所以先看好一點 不要搞那麼多 好 今天的邀文時間是這麼多 我們下一節的港文時間再見 好 拜拜 好